嗨,我是恩利 大谷翔平这几年 在大联盟成功以二刀流方式 取得极高的成就 拿下两座MVP 冲击投打高度专业化 分野明确的大联盟 虽然又投又打 在基层棒球并不罕见 过去多数球员在进入职棒时 还是会选择专心当投手或野手 不过现在美国越来越多小球员 怀抱二刀流的梦想 投身选秀会 去年选秀会就有8名获选新秀 登陆为二刀流球员 在大谷翔平巨大的影响力之下 燃起许多球员的热情与梦想 今天要来聊聊 过去几年在大联盟挑战二刀流的案例 以及今年选秀会上 值得期待的二刀流星星 说到这几年 大谷翔平以外的二刀流挑战者 有两人值得一提 其中一人是以前我家红人的 Michael Lorenzen Lorenzen大学时期曾经身兼终结者与中外野手 投打两端都有出色表现 后来在2013年首轮被红人指名 进职业后以投球为主 2015年菜鸟赛季 红人把Lorenzen放在先发养成 不过表现不佳后转牛棚 成为红人重要的后防战力 当时国联还没有采用DH 投手还需要上场打击 Lorenzen前几年在少少打数中 凭着大学时的打击实力 表现偶有佳作 2018年 大谷翔平狭带二刀流话题 踏上挑战MLB的路 虽然很快因为伤势无法整记二刀流 不过还是让美国球界有不少讨论与反思 或许受到大股刺激 红人给予Lorenzen更多上场打击的机会 Lorenzen把握住 曾连续三个打数开轰 还展现绝佳的爆发力 曾打出一颗高达116.5英里的击球 2019年赛季尾声 红人离季后赛越来越远 虎头蛇尾一个赛季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机会 让红人有机会让Lorenzen尝试二刀流 Lorenzen又投球又打击 还会去外野守备 虽然曾在一场比赛 拿下胜头打出纯雷打上场守备 是90多年来守力 但是Lorenzen除了机球爆发力 其他打击技术 还跟不上大联盟的投手们 虽然机球强劲 但三振率高达32.1% 打出去还有一堆在地上滚 滚地球率是64.5% Lorenzen生涯至此 打击只能说有潜力爆发力不错 还有太多技术需要磨练 还无法适应大联盟层级的投球强度 2020年大联盟受到疫情冲击 例行赛缩水到60场 国联也首度尝试DH制 加上Lorenzen本业投球表现不佳 2020和21年只获得两个打席 取得自由球人资格后 Lorenzen决定转先发 转战天使后也逐渐上轨道 但也花了很多时间调整适应 只好放弃二刀流 后来不论去老虎废成人 还是今年来到游记兵 Lorenzen确实站稳了先发轮值 在去年入选生涯第一次的明星赛 转到废成人后还投出一场无安打比赛 表现越来越稳健 二刀流梦想在Lorenzen心中扎根 但讽刺的是 他放弃担任打者 才让他的职业生涯止跌回升 再来我们来看到另一名 被球队重点栽培 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的二刀流球员 2018年百大新秀第一名毫无疑问是大鼓翔平 不过他并不是这份百大榜单 唯一一位二刀流球员 百大第25名光芒的Brandon McKay 是当时美国本土备受期待的二刀流大物 McKay大学时期就是名满全美的天才二刀流球员 大学三年都摘下全美最佳二刀流球员的肯定 大三赛季 投球方面是三振功力极强的左头 109局就标出146K 打击端是比重炮 打击率高达3x41 狂敲18红 OPS高达1.116 拿下当年NCAA的金钉鞋奖 这座奖项相当于MVP 2017年选秀会光芒以首轮第四顺位 带回了这位天才球员 而且接下来的养成一直都是以二刀流球员为目标 不像Lorenzen是进大联盟才重拾球棒 很快的 McKay 2019年在3A就重现大学时期的2刀流表现 投32局只是3分 再少少78个打席就打出5发全打 展现绝佳的打击爆发力 当年光芒投手群面临严重的伤兵问题 6月中叫上McKay 是希望他顶上投手战力缺口 加上评估打击还需要加强 所以只让他偶尔上场代打 McKay虽然控球相当的水准 不过球速只有平均水准 变化球也没有展现压制力 整季登板13场 防律5.14 可惜的是 这也是McKay至今的生涯成绩 接下来他不断受伤势侵扰 2020年因确诊错过开季 接着又动了关节唇手术 大谷翔平是又投又打 投球手在打击时的负担没那么大 但是他这几年伤病时还是很丰富 McKay是左头左大 可以想见手臂负担更为巨大 经历多年的伤势折磨 McKay决定收起球棒 不再以打者身份回到场上 现在McKay已经28岁了 不再是备受期待的新秀 但他还在小联盟持续奋斗 可是坎坷的命运还没结束 今年5月又诊断出手肘韧带撕裂伤 或许McKay不再是那名天才二刀流少年 但他仍旧坚持棒球路 期望有天他能跨过伤痛 重返大联盟赛场 Lorenzen打击实力不够 McKay身体不堪二刀流负荷 我们可以再次体会 大鼓祥品有多么惊人 但是怀抱梦想就不会畏惧困难 今年选秀会又有二刀流球员 他甚至被称为NCAA的大鼓祥品 证明NCAA的大鼓祥品 是佛罗里达大学的Jack Caglion 这部影片脚本源案Simon 今年追完NCAA赛季 可是对他嘖嘖称奇 Caglion今年曾连续酒场开轰 追凭NCAA记录 也曾先发搅出6局50分狂飙11K的好投 连续两年率领球队杀进NCAA8强 更获得2024年全美最佳二刀流的殊荣 打击方面 Caglion有着可怕的爆发力 能频频打出出速超过110英里的击球 他不只是笑死全美打王 三年累积75轰 更是他大学长大联盟顶级重炮Pete Alonso 大学时期全美打数的三倍之多 根据Simon的观察 Caglion今年一改过去容易追打坏球的缺点 三阵率大幅下修到8% 整季三阵还比全美打少 打击率还突破4成 蜕变成一名屠杀NCAA的全方位强打 投球方面 Caglion球威不错 三阵功力优异 潜力备受好评 甚至去年休赛季 前大联盟赛养名头Cliff Lee 看完他的投球影片后 主动传讯息邀约一起训练 不过Caglion想要在大联盟实现二刀流 有两大难题 Caglion是左投左打 大一就开过Tommy John手术 继续二刀流 会不会让手臂超出负荷 讲白了就是健康问题 McKay是前车之剑 另一项问题就是实力了 Caglion投球的球威确实出色 但是他的控球问题可大了 NCAA生涯美酒局保送高达6.3 因此防律无法压到4以下 2023年NCAA总冠军最后一战 就是因为Caglion保送连发 比赛早早定调 将冠军拱手送给路易斯安娜周大 Caglion打击上的技术完整度 比他投球高尚不少 如果因为投打同侧的负担 加上显而易见的控球问题 可能会让他无法发挥打击上的价值 不少球探认为如果想把Caglion作为二刀流球员养成 往后人投手发展或许是更可行的方案 Caglion曾在访问中提到他对大谷翔平的崇拜 他说大谷翔平一直是他效法的对象 敬业精神与处事方式是他大学时期的指引 就像开头说的 大谷翔平 激发无数小球员的梦想 但回归现实面 二刀流难度真的超大 无数潜力新秀都在生涯某个时间点 决定放弃投球或打击 早一点像是Hunter Green 高中时期名满全美 后来放弃打击专心投球 现在已经是红人新生代强投 但丝毫没有重启二刀流的打算 经典的案例 曾在U18决赛对台湾敲出至胜轰 接着登板关门的Brice Eldridge 他去年首轮被巨人指名 但今年就已经宣告放弃投球 未来将以一类手身份 专心在打击上面 这些球员都在养成的某个阶段 专心发展自己更擅长的一方 站在球团角度 与其让球员冒着受伤风险 不如专心练好投打其中一项 既可以更快为球队做出贡献 也可以减少受伤风险 未来一定还会有年轻球员 以大谷翔平为目标 怀着二刀流的梦想挑战大联盟 但是这项挑战难度堪称地狱等级 投打都必须具备高天分 要有铁打般的身体 而大谷翔平强韧的心理素质 或许是最难复制的 看过了许多案例 我们再次体会到 在大联盟二刀流真的是难上加难 Simon甚至感叹 像大谷翔平 头打都搅出顶尖成绩 大概只有被棒球之神眷顾的人 才做得到 最后提问时间 大家觉得我们要等多久 才能看到下个在大联盟整记二刀流球员 Simon觉得是下一个百年的事 但我觉得美国年轻球员前夫后继 有机会在十年内出现成功的挑战者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帮我按下喜欢并订阅频道 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聪明朋友 掰啦